問一下我好大哥 現在跟時間賽跑 一方面喔 這個川普如果沒有簽署 這個法案的話 10天之後就自動生效 10天之後剛好12月1號 那剛好12月15號 有另外一輪新的關稅的 悲賴的壓力 你怎麼觀察現在的變化 對 我們現在就 幾個關鍵的時間點 一個是11月26號 星期天的香港區議會選舉 那接下來就是講 12月2號的 這個美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的川普要不要簽署 的deadline 然後是12月15號 這個原定的對 類似蘋果這樣的產品的 這個關稅要不要漲 那麼現在這兩天 因為外電的報導非常之多 每天的消息都不太一樣 但是看來就是 中美貿易談判本身 也陷入到一種僵局 那這個僵局最關鍵的還是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中共要求美國如果要簽這個協定的話 美國要把以前已經漲的關稅按比例的這個取消 好 那川普不答應這個事情 那第二一個是川普要求中共有一個500億美金的買農產品的明確的合同 中國不答應 那現在主要焦點似乎在這兩個問題上啊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新的焦點啊特別是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現在看來又有新的問題出現了 那但是我覺得香港的情況可能是可能是使得這個貿易談判無法繼續下去的最關鍵的情況 以香港的狀況來講美國國會417票對上 一票反對票幾乎是全員一致通過 然後這個是龐大的政治壓力 而且呢我待會還會撥給觀眾朋友看 美國國會喔 不分政黨的議員喔 有了這個舞台通通都出來捍衛自由民主跟人權 所以是大家踏罰 大家踏罰港府跟香港警察 所以這是一個美國內部龐大的政治壓力 川普要抵黨要打槍 這一個國會壓力也很艱難喔 對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一次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參議院是100%通過 眾議院是417對1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這種狀況歷史上國會兩院這麼一致的意見是很少有的 但是一旦有這種一致的意見的話 總統是不會否決的 他沒辦法否決 因為根據美國的憲法的話 你即使否決了國會兩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再通過的話 就自動執行了這個法案 所以這個一定會造成中美關係的一個急劇的惡化 因為中國已經是非常明確的在這兩天之內 發表了無數的抗議的這個聲明了 各個部門出來抗議 今天又有新的一大堆抗議出來了 那所以我想這個環球時報也說了他覺得中美貿易協定已經沒了 因為這個香港法案 那我覺得這個說老實話 川普也有思想準備 因為在整個參議院的討論過程中 大家都知道嘛 眾議院是一個月以前通過的 參議院耽誤了一個月嘛 在這個過程中間 Rubio也是共和黨的嘛 他推動這個議案的時候 一定都是跟白宮預先有商討過的嘛 白宮一直是說他們沒有明確的反對意見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國會已經很明確的通過的話 我想這個事情就會嚴重影響到中美貿易戰的談判 好 那如果川普簽了這個協議 我猜測判斷我如果是川普我會簽啦 因為我是一個要爭取連任的政治人物的話 我不可能跟全民99%對干的啦 我站在99%的對立面 我都不要選舉了 可是呢簽了之後 習近平會怎麼反映在協議上面 我覺得我自己判斷 習近平不可能在貿易協議 要往前走了 因為他會認為這是他必須做的 要報復 他要在中國國內的輿論壓力 中國國共產黨面前 他要表現出他的強硬態度 這個寧左勿右 不能投降 這個這種狀況底下 習近平如果吞下這個美國的香港法案 然後又吞下協議 又吞下貿易協議的話 他在中國老百姓面前這個完全就是面子丟光了 我覺得他是沒辦法接受這種狀況的 就是說中南海內部把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拉高到這個氛圍 那習近平也不能吞這個不平等條約 那吞了之後這一個政權 這一個領導威望也可能備受挑戰 那黨內也有可能有不同的人士挑戰他 那肯定是這樣的 因為當初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2019年5月1號就是因為政治局會議 韓正出來挑戰習近平 所以那個時候劉鶴跟美國的談判的 95%談成的協議被取消了 推倒重來 那現在這一次又跟韓正有關係 因為香港問題是韓正主管的 你現在這個美國在這個香港問題上 通過了這麼樣一個嚴厲的法案的話 那這個韓正說 我在這個關鍵時刻 我要跟美國對抗香港問題的話 你反過頭來在同一個時間跟美國去簽貿易協議 你怎麼向中國老百姓交代 所以這個問題是對習近平是一個騎虎南下的問題 好那如果雙方穿襲兩人都這樣子騎虎南下 火車對撞12月15號的關稅就不容易樂觀了 對從川普昨天的講話來說 他實際上是在給美國輿論和市場做心理準備 就是說可能12月15號的那個關稅會照樣漲 有許會有一些特色 比如說蘋果的某些產品 他會給一些特殊的豁免 但是大部分的產品12月15號還是會漲關稅 而且川普上個月我播給觀眾朋友看 他跑到德州的LV工廠然後去剪彩 然後說你看LV都來美國設工廠了 然後生產線為美國來這個製造 那製造業回美國 他昨天也非常特別 我播給觀眾朋友看的片段是 他飛機要飛到德州的蘋果的工廠 然後參觀的是最高階的那個蘋果的機種 那號稱要在德州組裝 就是說他要訴諸他的選民說我當初承諾你們製造業回來美國 然後呢最貴的蘋果的機種就給我乖乖的在德州的生產線 然後把工作機會工廠製造業那這些機會留給美國 對就是他當初也說跟中美貿易協定的一個主要目的 就是要習病情去OIWA去買美國農產品嘛 那現在他已經說了他也不在乎了你有來不來 我先把現金給聖誕節之前我先給農民發了 那你們農民不要吵我中國的關稅一年一千億收進來 我發你一百六十億的現金補貼 農產品的問題轉時農民也不會太造反 那所以我覺得他已經做好了這個思想準備 就做好了跟中國翻臉的準備 以及翻臉之後出手要奪眾取決於他 是 王浩大哥前面講到的是香港 那這裡講到的是澳門 事實上紀小坡的澳門賭場生意 到底是這些年的中國的特殊的 這一個金融生意之一 剛剛拼湊出來的角色人物 不管是中南海的五大家族 或者是戴湘龍的女婿 那或者是這個賈慶林 劉雲山等人 事實上最後都是權貴的這個資本主義 跟權貴的結構當中的其中一個環節 當然了 這個曾經大概幾年前 我有看到外國投資銀行有一些研究 他們長期追蹤這個澳門賭場的交易量 跟中國的政府公布的基建投資的開支的量 發現有很強烈的正比關係 大概佔百分之二十 就是中國政府每年公布說 我有多少億多少萬億投資 造公路啊 造這個橋啊 造碼頭啊 起碼有百分之二十 最後都流到澳門去了 那這個有這個關係是非常緊密的正比關係 那這個很明顯 而且一帶一路那一些錢 可能也都帶到澳門 帶到塞班島 是是是完全跟這個有關係的 為什麼中國政府這些官員 這麼熱衷於搞一帶一路 那你搞一帶一路的話 你到外面 比方說隨便舉個國家巴基斯坦 那你就是他們巴基斯坦的官員 你當然從上到下要賄賂嘛 那同時你就承包各種各樣的項目 那你承包各種各樣項目 你實際上都是從中資的銀行那裡拿貸款嘛 那最後搞來搞去的話 反之經手的人通通掙錢嘛 所以這個中國在一帶一路上面的投資越大 那澳門的生意也就越好 所以整個這個當然了 你哪一家的中國的權貴 占據了這些重要的位置 你當然是可以能夠分的 這個利益也就越大嘛 所以這個為什麼說 中國打他永遠打不完 因為一朝天子一朝城 一朝城的話一朝富豪嘛 昨天我們一直在說 這個老爸當大官兒子發大財嘛 這個真的是 這個是在中國的情況 當然比台灣要嚴重得多 那個不是一個數量級的